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院 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往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27届 韩国语能力考试高级部分内容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高级部分非常的难 对吗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课语名文保词汇和语法部分内容 那么这个部分内容是最难的一个部分 特别是这个文保语法 那么高级语法呢是非常难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课 还有呢多浏览我们其他 我在他们其他部分内容 那么一定会对大家的那个学习提高有帮助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的是这个第一题到第三十部分 第三十部分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呢是什么 那第一到第五题呢是 那么这里有一个括号啊 那么能填进去的一个什么词呢 填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是要考我们这个俄语啊 词汇部分的内容 一定要多多背单词才可以啊 我们看第一题 那么什么意思呢 那么有创意的人嘛 那么呢 那么呢 观察这个parabun呢 用什么来观察呢 应该是这个 視角的视角 那么呢 和别人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事物 对吧 那么第一个什么呢 作业 作业是资格 第二个呢 相片啊 是这个近 近况 加近的意思 那么差长是事情的意思 所以应该选择什么呢 視角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那么奴隶空文是游乐园啊 那么这个游乐园的开场呢 那么呢 马上就要开场了 那么呢 是什么呢 结束的啊 这个完美的啊 这个结束的这个工程呢 正在紧张的进行中啊 正在进行中 应该是哪一个呢 酣仓 正是时候啊 正是在这个进行中的 这个热火朝天的时候 这个意思 所以用 那么第二个呢 如果什么呢 难道啊 这个意思 比如说 问问题的时候 我经常说 那么第三个呢 相当好 非常好的意思 那么无聊 足有啊 后面加什么 程度表示 足有这么多的意思 所以这个 那听明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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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